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 買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很簡單的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緣 要花時間去教我的地方 還有一張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房間 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 你接觸到 已經可以接受到 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到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六創二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 是二八八二四八四八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 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今集的主持Tina 在我身邊有袁醫生 袁醫生 你好 Tina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不如這樣吧 袁醫生 我們今集 先來解答一個讀者的來信 一個聽眾的來信 她是Miss G 她又問這個腳甲的問題 我們其實前幾集 都有說過五十一集 這個朋友的問題 就是她本身的腳甲 時不時無故 會在中心脫位變白 她用指甲都移開 然後整個指甲會脫出來 她發現那個部分 裏面變白 即是說 其實她的中心已經懷死了 她覺得這個情況 會不會跟肝有關呢 會不會其實她的肝也會出現問題呢 想請教員醫生 是的 那我們的聽眾 如果有留意 我們過去 我們也有說過 其中有一集 應該是五十一集 是的 都比較詳細一點 探測一下 由健康裏面 即是由指甲裏面 看我們健康 這位聽眾的 email 裏面所提及 第一我們要知道聽眾的言齡 因為我們也提及過 我們的指甲反映我們的健康 也反映我們的年齡狀態 年紀大的人 指甲會出現一些縱紋的條紋 即是慢慢地會乾一些 但是一般在我經驗裏面 指甲能夠脫離 其實最常見的原因 就是我們灰甲 灰甲是最容易導致 我們指甲離開指甲底的肉部 但當然一般的灰甲那種脫甲 是從甲頭開始的 即是很少會從中間開始 即是現在聽這位信 來者聽眾所提及 似乎它又不是像一般的典型灰甲 但也要考慮 中心壞死 看看日本有沒有東西生出來 例如有時你揭開來 看到很多髒的物料在這裏 即是厚了 那如果是 那很大機會是灰甲 那如果真的遇到灰甲 最有效的工具 就是DMSO DMSO DMSO DMSO其實 如果你們在外面找不到 你們可以在我們健康店去找 我會有這種 那這種是對付這些 就是毛菌 Fungus infection 皮膚這方面 是最有效 暫時我看到 最有效的工具 當然西醫遇到灰甲 通常會用一些 毒性很重的西藥 令你的肝臟都破壞了 是很不值得的 因為始終灰甲 只是外觀難看而已 對身體來說 應該都不是很大的創傷 但是當然 這位讀者 聽眾也有提及 會不會跟肝有關 因為中醫學裡面說 我們叫做肝藏血 即肝藏是血液主藏的地方 其華在爪 即是它表達在我們指甲方面 所以這個中醫的 一直都有這樣說 肝藏血 其華在爪 所以 在中醫的角度 一發現肝有問題 我們會懷疑 會不會是 指甲有問題 會不會懷疑 跟肝臟有關 如果萬一是的話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當然肝臟的問題 有很多其他的跡象 包括消化方面的問題 眼睛比較容易紅 而且是消化比較弱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會用一些 清肝臟的草藥 我們在地下叫做 Rescue Liver Rescue 是一種草本的植物 也可以嘗試一下 當然最主要來說 指甲是反映 我們整體健康狀態 也有個很大機會 這是一種指甲 是肝臟的狀態 通常是反映 我們的身體 有貧血的傾向 在這種情況下 就需要多些補充的養份 如果簡單 萬一真的貧血 有些什麼 簡單的食物方法 就可以嘗試用 Blackstrap Molasses 黑椒糖 黑椒糖 在植糖裏面 在蒸發製造過程中 剩下的底部 較濃的焦糖 抗物源很豐富 包括鐵質很豐富 所以如果一種素食者的補充 就可以嘗試用黑椒糖 即是加入飲品 當飲品 當蜜糖 當加甜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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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嘗試這幾個方法 當然詳細的 有關於指甲 和健康的關係 我們第五十一輯 已經很詳細地說 大家可以再聽 作為參考作用 好呀 這樣就很好 對呀 其實最近 有很多人都說一個問題 我發覺這個失眠的問題 都真的很普遍 最近 聽聞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in Health 有一個研究 發現 原來我們成年人 有25%都會 時不時會有失眠 還有10%的成年人 是長期失眠的 其實這個問題很嚴重 有些人就說 失眠 試試喝奶 其實 行不行 原醫生 還有沒有其他食物 可以幫到手 好明顯 失眠 好像那個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美國國立健康中心 他們的數據 其實我相信 也反映香港人 25%以上的成年人 會間企性失眠 10%是長期失眠 所以這個是值得我們 當作一個主題的討論 可能一集都說不完的資料 但我們今天 就只是 著重於簡單的食物方面 大家有機會 有時候去酒店裏面 床裏面 沒有棄掉朱古力 有時候 有些人都知道 臨睡之前 喝杯奶 暖的奶會幫助 其實食物方面 為什麼奶有幫助呢 就是因為奶裏面有一種蛋白質 有一種Tryptophan 這種這樣的蛋白質 一種氨基酸 是會幫助我們製造 去清掃社會通年 會幫助我們的人 放鬆 容易入睡 那除了 除了喝奶之外 其實很多種其他食物都可以 例如在晚上 晚一刻黃昏或者晚飯後 可以試試吃香蕉 吃香蕉 吃Dates 早 毛花果 Fix 那些Nut Butter 可能是那種奶 那些果仁的醬 做出來的醬 除了花生醬之外 有其他的 Cashew Nuts Almond Nuts Butter Tuna 魚 火雞 還有全谷的餅乾 或者乳酪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睡覺的 主要原因 就是他們有Tryptophan 比較高一些 除此之外 有些人嘗試吃那些西柚 就是淋飯之前 吃半天西柚都可以幫助 好了 但最近在英國 有另一個研究 發現另一種食物 一種Juice 那這個研究 在英國 有一個叫做Northumbria University 那他發現 原來我們喝Cherry子汁都可以 哦 Cherry子汁 Cherry juice Cherry juice 可能比較酸一點的Cherry子汁 是可以幫助得到的 是這個很好 是的 那他們怎樣做呢 他在這個研究裡面 他就叫那些 世宴的人 就喝兩個 兩份 我當作兩小杯 兩個Serving 喝Cherry子汁 一份就是早上 另外一杯就是臨睡 臨上床之前去喝的 那發現 喝Cherry子汁的人 比較那些受控組 沒有喝的人 沒有喝的人 喝其他醬汁 喝其他果汁 就不是喝Cherry子汁 他發現 他們平均 睡覺的時間 是長了39分鐘 哦 那麼好 平均長了39分鐘 而且睡眠的效果 是加強了6% 即是深睡的時間 那個程度 是多了6% 嗯 即是睡眠質素好 是的 那他們今次這樣找 那那些果汁 有些什麼的成分 原來呢 原來發現 Cherry子裡面 有很多 褪黑激素 褪黑激素 那大家知道 褪黑激素 是一種身體的 腦下垂體的 一種荷爾蒙來的 那我們市面 也有這種這樣的 褪黑激素 褪黑激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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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可以用的 那我過去的經驗 發現 這個是非常之有效的 嗯 就是 overall來講 可以講 是普遍來講 最有效的工具來的 那 我們知道 褪黑激素 是幫我們 一種抗氧化劑 是調理我們那個 睡省那個周期的 嗯 那我通常都認為 年紀大的人 就 睡不長 睡不久 那 那 就以為 哦 他們不需要睡那麼長的 不需要睡那麼久的 其實都不是的 是不是呢 不是的 因為這個褪黑激素呢 控制我們睡眠那個 周期的褪黑激素呢 是隨著 我們年來增長 是越來越少的 那所以呢 在BB仔呢 就很多的 就是睡得很長的 那 年紀大的人呢 就因為褪黑激素 開始少了 慢慢少了 那他變成 他睡眠那個時間 就會相應是減少 但不是說 代表老人家不需要 其實老人家一樣可以 要需要原來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的睡眠 那 那原來呢 這個研究發現呢 他說每一份 這個褪黑激素裡面呢 它含有 差不多九十到一百粒的 的褪黑激素 其實是挺濃的 的褪黑激素 這個褪黑激素 香港都 在一般的超市都容易買到 健康店都經常都可以 我們健康店都有的 那麼 那麼 車蜪黑激素 除了幫助睡覺呢 也都幫助什麼呢 幫助痛風那類的關節炎呢 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如果有這類的問題的朋友呢 可以呢 經常呢 吃多些車蜜 或者喝車蜜紫濕 那麼 那麼 雖然呢 我們也知道了 那個 那個 失眠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那麼 我們始終呢 我們 我們都留下一次呢 跟大家深入一些討論一下 就是 日常生活的 怎樣可以有些什麼做得 有些什麼草本的工具 或者跟它療法 這樣 那麼 這個留下呢 是將來呢 我再跟大家呢 作為一個主題呢 是再討論 是處理那個失眠的 那麼當然呢 如果大家真的想早些聽呢 不妨來信呢 大家想知道的資料呢 可以用電郵啦 可以E-mail啦 讓我們知道啦 那麼我們會選來和你們 早些分享 因為始終要說的話 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我以前都不知道 怎樣入手 這樣 很豐富 是的 都想大家給一些意見 你們有什麼需要 寫信過來 那麼我們再安排 那麼現在可以先 買一下這個車蜜紫濕來喝一下 看看有沒有幫助 其實呢 最近呢 香港電台說過一件事 很深刻印象 就是原來呢 哇 我們呢 九個女性裏面 有一個就是乳癌 哇 很厲害 這個問題呢 都挺嚴重 但一般人呢 都會定期做一些 檢查 通常都會去做 乳癌 這個乳癌 X光檢查 對不對 但是呢 這件事究竟原生 你覺得這件事是 是好不好呢 它有沒有負作用呢 是的 那我們之前呢 都因為因應一個讀者來信 我們都開始探討過 那麼 當然呢 其中一個 我們一般人 一聽到乳癌 的預防呢 都會不其而呢 就會上起 用X光檢查 是的 英文叫做Mammography 那麼 現在一般人都是這樣想的 那麼 要及早 要預防 及早治療呢 這個是一個 應該定時去做的 我們叫做事件 那麼 那麼到底這方面呢 真相是怎樣呢 那麼 那麼原來呢 發現呢 這個科技呢 其實是很多問題的 包括呢 它的準確性 很大問題 還有呢 它簡直是會導致我們身體 是有直至受害的 哦 反而會受害 是的 在英國那個血針雜誌 Lancet 可以說英國最權威的醫學雜誌呢 在2001年10月那個 那一期刊裡面呢 那麼 他們就刊登 丹麥有幾個研究人員 包括一位 Peter Gorshick 那個 這位是一個西伊 還有呢 Oley Olson 那麼 那這兩位 研究人員呢 就發表了一個報告 那麼他們呢 就是分析了 現時一個七個很大型的研究 因為這個七個研究呢 就是目前癌症機構呢 是用來做一個推動乳房檢查的基礎 即是說呢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很多的大型的研究了 是證實了呢 我們是可以用Memogram的方法呢 來都可以幫助我們呢 是挽救我們的性命了 好了 那麼這兩位丹麥的科學家呢 就重新再檢討一下這個這個資料了 那麼就發現呢 他的結論說呢 他說呢 在目前來講呢 用乳房X光C檢 C檢叫做Screening 即是說呢 你沒有任何症狀 只不過呢 你是作為一種的 就是叫做Screening Test 即是C檢的作用 那就是看看有沒有的 他說呢 用作為C檢的Memogram 在目前來講呢 基本上呢 就是沒有任何證實的 即是起碼最基本是 沒有任何的證實 沒有證實的 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醫學界呢 就根據這幾個研究呢 就說呢 我們要推揚 大量推揚 一般的女性 去做這種的事件 那麼他說呢 他說呢 這些這樣的測試呢 是作為一個事件工具呢 而影響我們的生存機會呢 或增長我們的survival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呢 是無效的 無效的 是無效的 OK 那為什麼會推揚呢 很明顯呢 這個是很賺錢的工具 每次那些人呢 每年去做這個定期的檢查呢 當然是一個很賺錢的工具來的 雖然很多科學家呢 都發現有問題呢 通常呢 這些的資料呢 都被打壓下來的 其中在多倫多大行 有一位主管 副主管 是Deputy Director 是加拿大國國立 乳房事件的小組研究 是Canadian National Breast Screening Study Group 裡面的 有一位Deputy Director Dr. Cornelia Bain Barnas 好像應該這樣讀 應該這樣讀 這個是女性來的 她說呢 基本上呢 很多人對這個 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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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和那個 無效性呢 大部分人呢 都是 知而不敢嫌的 因為 始終那個 那個 經濟的 那個 勢力很大的 嗯 她說呢 其中她的研究呢 她說呢 做過11年的研究 是對40歲到49歲的女性 她說呢 她們開始做了這個 X光C檢的檢查之後呢 做過檢查的女性呢 她們死在乳癌的 是高過呢 是從來沒有做過的 哇 即是你做過之後呢 她根據11年之後呢 曾經以前做過 那11年之後呢 發現呢 做過這些X光C檢查的人 講Screening Test 即不是說 你已經有少少少跡象啊 這樣上去做 純粹是無事檢查 沒有任何的檢查 那如果你說 哦 我有些跡象 那就會做 因為你已經有跡象 跟一些沒有跡象的人比 那你的死亡老高 是不奇怪的 現在講的是 只是講Screening 即是完全沒有跡象之下 大家做這些事件的檢查 做過事件的檢查的人 11年之後呢 她死在乳癌 是那個從來沒有做過的 好了 她說呢 通常呢 她那個死亡那個呢 是3年之後 即是說3年之後 檢查了3年之後呢 她們死在乳癌的呢 是 是提高過沒有任何檢查的人的兩倍以上 很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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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即是由3年開始出現了之後呢 都10年之後呢 才穩定下來的 嗯 那雖然很多人都反對 即是很質疑 就是Dr. Barnes這個結論 那大家呢 她們基本上呢 都同意呢 就在50歲以下的女性 做這些這樣的檢查呢 她那個效果呢 是小過呢 是50歲以上的 即是說呢 在你未曾收經的女性 做這些這樣的事件呢 其實呢 是沒有什麼的 是完全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的 但也都不單止是完全沒有的 其實呢 那個死亡率是更高的 OK 那好了 那現在的其他的研究呢 我想將來都會陸續出現呢 就對那些所謂40歲到49歲的女性呢 這個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危險程度呢 是一直會有高的 那好了 那麼我們去解釋啦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的 的結果呢 那麼 那麼 Dr. Barnes有幾個解釋 他説呢 第一呢 他說呢 他説呢 及早去發現有個流腫呢 就會導致你去做手術了 OK 那麼通常呢 你手術一進行 任何的手術呢 會令到身體其他部分 已經蔓延那些 那些癌細胞呢 本來呢 是沉靜了下來的 但是因為手術刺激之下呢 他就會爆發出來的 即是說本來呢 好地地呢 沒有什麼作為的 靜止了的 我叫做micro metastasis 即是那些微細的 那些 那些散播的那些癌細胞呢 在其他的地方呢 就是因為做手術呢 即是喚醒它起來 反而做手術更嚴重了 是的 那還有呢 因為身體呢 就因為有做手術呢 身體有一些 叫做生長的 那些生長的 或其他的因素呢 會因此呢 會因此呢 變成成長的 所謂的 那很多身長的 荷爾蒙呢 或其他的因素呢 會因此呢 會推動了它 那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連你本身的流種呢 會增加它的成長的 嗯 那也知道了 任何的手術呢 都有一種創傷啦 那創傷呢 會抑制我們本身的免疫系統 还有我们做的那个试检检查 当然会有些放射性的辐射 当然这个也会制造很多油尼子的破坏 所以这个是他解释一下 这个四大原因 为什么做这些的时候 反而死在乳癌比从来没有做过 另外一种的工具 还有一种叫做Digital Mammogram 就是不是用那种菲林去造影的 是用那些数码造影 当然他们通常用那个辐射的量度 会低22% 发现不单是他那个辐射那里减低了 还有他那个发现率是会增加到28% 起码在50岁以下的人 起码在一些未曾有出现 未有根源期或者根源期支持的人 或者对一些女性的预防组织是比较密的 但是起码在美国来说 60%到70%这些这样的设施的 就是做了事件的设施 都是用一些旧的用菲林的 不是用数码的波机 所以你看到今时今日在这方面的工具来说 其实是那个坏处是很明显的 是多个好处 是啊 就是你不说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 就是明明没事的嘛 走去regular这样做X光检查 就是反而反而还是那个癌症的机会 与癌的机会增加了 是啊 所以这个不是单止是这位 这位医生这个研究人员是发现了 那其实原来在2008年7月份 那在外国有 就是比较妥有影响力的医生的团体 都开始就是反对 对40岁到49岁的女性 是做这些这样的例行的试检的检查 那对于这些50岁以上的那些女性 可能她那个生存存活率 可能会有比较好少少 那但是其实很多 应该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更加有效的 好了 那原来还发现 其中一个问题 不单止那个 刚才所说的问题 原来在做这些诊断 就是我叫Diagnostic 就是你本身已经是有事的了 本身已经有事的医生去做 就是不是说做事件 那发现原来他们很多时候 那个出所率很高的 比较一些我们叫做很有经验的医生 来到看这些这样的做这些这样的检查 就是Diagnostic 就是不是做screening 就是已经觉得有事了 已经有事了 是的 他们发现有20%是有事都找不到的 都找不到的 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它有事了 就是我看到它是false negative 就是假阳性 那他就进行的研究 就用123个这些放射的专家 检查了35,895个mammogram的造型 那发现 最差的那些 他的出错率 miss了他就40% 就是有时就说他没事的 最差的 那还有呢 就有些是没有事的 就是当他有事都有8.3个percent的 那就是说呢 除了他本身的科技有问题呢 是做这些进行这些测试的那些 医生的那些所谓专家呢 其实他的出错率呢 都是非常之高的 那说这些是说什么人呢 这些是在医学界里面 大学里面教书的人 或者是专门做这些的工作 可能呢 他说起码20%的时间呢 是专门做这些这样的分析的人呢 他们竟然那个出错率呢 是有百分之二十呢 都是有事找不到 百分之二点六呢 是没有事当有事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是挺严重的 哇 真的很严重哦 那好 我们不如呢 我们讲到这里先吧 我们一会儿 稍后回来继续谈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三个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原医生我们讲到这个乳癌的X光检查 不知道你知道吗 现在有些保险公司 真的你买两年保险 他就送你免费的乳癌X光检查 真的 大家都是满言去做 如果大家知道这件事 大家会更加觉得更加要警惕一下 原来在200年年 有一帮研究人员就研究了 我向人2227位女性 年龄40到69岁间的女性 他做过研究 他的结论就是 如果一个人平均做这些检查 平均做过9次的人 他那个被诊断 即被误诊为有乳癌的机会 危机是多了43% 好夸张的 43%很高 我刚才所说的 我一般来说 2.6%False Positive 即是最有经验的人去做 一般来说 起码都会有8.3% 但如果你做得多 你做这些所谓假扬性 你没有事 有事的机会 是增加到43% 所以你也看到 知道 一有这些东西 通常他就会建议你做什么 做那些手术 把那些咖喱的淋巴 去清除了它 或者整个乳房割了 如何呢 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just to be safe 为了安全起见 整个乳房被人切了 哇 本来没事的嘛 做检查 越做越会出事了 其实 是 所以 免费都不要贪贴这些着手 不是 免费贴钱给你 你都不要去做 是啊 真的很恐怖 哈哈 其实 我们之前讲过 前几集 讲过乳癌按摩 其实如果是要感觉一下 可以自己做一些 预防按摩 是吗? 真正的乳房 是的 因为大部分的乳癌 都是女性自己在无意之间 在胸部检查摸出来 还有一件事 就是真正的乳房 定期做乳房按摩 可以用橄榄油也好 椰子也好 在洗澡的时间 就顺便做乳房按摩 其实很简单 顺时钟 逆时钟 接着向隔壁底 来捏过去 然后上下 其实是推动淋巴 是吧 我们上次也和大家分享过 如果带胸围带得越久 乳癌的机会就越高 这个很好 背后就是淋巴的暢流 这个问题 很好 这个可以自己去感觉一下自己的身体 其实有没有事 自己可以感受到的 是不是? 我们之前几集都很专注说一个问题 就是咳这个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咳 长期咳 很普遍 很困扰 咳 咳也可以可大可小 也有很多老人家 现在咳得很厉害 我们之前说过 几集都说过 用同类疗法 我们如何去针对我们的症状 去找一些疗剂去帮助自己 这个真的很好 我们不妨去试一下 就算试不到 也没有副作用 但是如果试得到 真的很开心 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我们今集会继续讲咳 这些症状 我们会继续讲试一下 比较详细探讨 目的都希望你们自己 如果写下笔记 记录到 如果自己的咳 符合某一个疗剂 不妨自己尝试用这个疗剂 吃法很简单 如果严重的咳 如果咳得很辛苦 你每一小时吃一次 每一小时吃一次 基本上吃三剂之内 你都知道行不行 三剂很快 三剂很快 很快就知道 一定会有些改善 如果完全没有改善 很可能不行 但当然 如果你继续试 一天两天都完全没有效 证明这个疗剂就不对 但如果对的疗剂 可以叫做净净的话 你的感觉是很快的 我最近也有位病人 他咳了很多个月 他也是医务人员 什么都试过 咳得很辛苦 除了咳到标尿之外 他还有一个症状 会咳到作呕 作门作呕 Nousia 想呕 如果你的症状是这样 这个症状就叫Ipecat Ipecat I-P-E-C-A-C-A-C I-P-I-C-A-C 因为种了咳的重心 可能是干咳 大部分都应该干咳 有些是要去抠一下 但是咳到就刺成呕 想呕 甚至是呕 即是呕 如果你有机会 可以看一下他的痺胎 如果胎是没有 干净的 它是完全没有白的coating 基本上这个Epicad是一个主要的尿剂 结果它用了尿剂 它吃了大概三四剂之后 一天吃两剂,第二天吃两剂 大部分已经好了 一瓶都没吃完 已经差不多81% 然后就好了 那好,很有效 所以它这个困了很久 它什么都试过了 Epicad是一个经常用的cut 最重要的是重心的主要特征 就是cut到想作呕作门 如果一个孕婦在怀孕期间 任神的嘔吐 如果舌头是干净的 都可以考虑用这个 或者你是在酵喘的过程里面 又休息不了去又cut 又发作的时候 就成了一种想作门的症状 也可以考虑一下Epicad I-P-E-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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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记住 中文我们叫套根 套根 套根就是嘔吐 一种植物的根部 一般人吃起来 它会导致它嘔吐 Epicad 好了 另外一种继续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种我们叫做Euphrasia 串法是E-U-P-H-R-A-S-I-A Euphrasia 中文我们回去就叫做小米草 小米草 Euphrasia 通常的咳嗲是由敏感开始的 香港很多人的咳嗲 其实都是敏感的 对冬天的冻空气敏感 或者对尘埃敏感 尘满敏感 大部分的咳嗲 香港很多时候持续性的咳嗲 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通常都是一种敏感的咳嗲 好了 这种咳嗲很有趣 这是一个特征 你要写下这个特征 这种咳嗲 日间就是整天不停咳嗲 但一到晚上就停止了 这个很特别 但之后很多咳嗲 晚上就咳嗲到你睡不着 但Euphrasia 小米草这种咳嗲 是日间就整天咳嗲 但一到晚上 当你一躺下的时候 睡觉 就立即停止了 这种咳嗲 就是一种咳嗲 就是一种爆炸性 卡卡咳嗲一轮 是很猛烈的咳嗲 是一种烧烈的咳嗲 但记住 日间咳嗲到死 晚上就停止了 当你躺下的时候就停止了 一种震 一种咳嗲的咳嗲 这个也很普遍 也不多看到 因为有时候咳嗲 当然有时候睡得软 你不咳嗲 也会有 因为睡得软了 不咳嗲 但现在这个症状 不是只是睡得软的 当你一躺下 就立即停止了 这个有点不同 大家要留心点去找这个症状 OK 说话多 还有咳嗲的咳嗲 也会咳嗲 吃东西就会舒服点 说话和闻到咳嗲会差点 吃东西就会舒服点 还有 小米草 很多时候有个伴症 就是眼角膜炎 或者眼泪水出得很厉害 眼红红 如果你发现有个人咳嗲 日间最厉害 晚上睡下就舒服了 还有眼角膜炎 有点发现有点发现 红红的 又流眼水流得很厉害 那就考虑小米草 要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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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种 Ferrum Metallicum 其实是铁 Ferrum Metallicum 是铁 Ferrum是拉丁文 是Iron的意思 就是Iron Metal Ferrum Metallicum 串法是Ferrum Ferrum Ferrum Metalicum 即是Metal Metal Metal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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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l的意思 这种咳嗲的感觉 除了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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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通常有压迫感 通常有压迫感 摇摇摇摇摇摇 通常什么情况之后会叉 是早上起床之后叉 动动或者用力叉 举起手会叉 走路会叉 吃了饭之后 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会叉 什么情况之后会叉 躺下会叉 慢慢走路会叉 记住 慢慢走路会叉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很多时候 吃了饭之后 咳完之后会叩咬出来 即是未完整消化的食物 咳完之后会叩咬出来 如果大家有 记住这几个症状 就要考虑Ferum Metallicum 好了 下一种就是HepaSulf HepaSulf 即是硫酸钙 H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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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l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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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钙 一种混合物质 好了 这种钙 通常有痰的钙 可能有黄黄黄黄的痰 但也对干咳 或者酵的 酵的Kupikov 即是很响亮的Kupikov 都可能有帮助 什么情况之下差呢 黄昏 放在床 直到5间 12点钟 那时候是差 或者是冷的空气会差 但最紧要最紧要记住 是当你遇到干冷的空气 Cold Dry Air 最紧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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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冬空气 还有任何少少风吹 就会差 或者是铁开皮 或者是换衣服的时候 冬一动 感觉少少凉 这就是很差 这是一个特征 我们叫做Kinuk Kinuk Symptom 即是一个关键 关键的症状 就是冬风气 少少风吹 吹不可以 不可以揭开的身或是揭开的脖子 这是关键的症状 当然,和暖会舒服,温暖会舒服 或是咳了之后就会舒服 通常晚上会干咳,但早上会有谈性咳 也有一种情况,整晚都是血丝底里的咳 不知什么原因,整晚都会咳 可以看到这些Hippa Soul的人 他会拿着一杯滚水来喝喝喝喝喝 整天都会包到实晒,很怕冰 在脖子里肯定会包到实晒 这种就是Hippa Soul Hippa有时会出现一种浓黄浓 即是炎症的,很明显的发炎资料 或是狗感染的资料 当然,有时可能是干咳也可以 整晚无端端咳咳,咳不停 有少少冰就会咳 好了,接着我们可以看看 另外一种叫Hippozynum Hippozynum H-I-P-P-O-Z-A-E-N-U-M 这种不是常用的 Hippozynum 比较少用的 通常给一些年纪大的长者的咳 效应做成是长者一个咳 真是从 Vocês回想要求 有些慢性的支气管炎 他们咳到吸不到谷を吸气 而且很粘备的,好难咳出的痰 通常有些长者过去有哮喘 你听到这些痰声哩哩哩哩在喉咪 这个和另外一种疗剂 Antimonienta 和 Ammonium Carbonicum 都相似 Antimonienta 和 Ammonium Carbonicum 都是长者痰多的咳 Hippocyanum 其中一种可以考虑 Hippocyanum 好了,接着我们会看的就是另外一种叫Hyocyanus 叫做良荡,那个字我都好打,应该是良荡 一种有毒的植物来的 Hyocyanus,拉丁文,Hyocyanus 串法,H-Y-O-S-C-Y-A-M-U-S Hyocyanus Hyocyanus 这种咳通常是一种刺激性的刺激性 也有时候咳咳的人感觉,喉咙有点很干的,干点是导致咳咳的 夜晚黑差,冻空气差,还有有一样东西 这个就是关键的症状可以写下 当它一躺下,Immediately upon line up 当它一躺下,它就立刻咳咳起来 接着说话会咳咳,吃东西会咳,饮东西会咳 那什么会舒服点呢? 坐直起来就会舒服点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这些咳咳,记住 一躺下就咳咳,那你晚上就很肯定不用睡了 那你整晚都可以这样说,整晚都睡不了 因为一躺下就会咳起来 哦,人就很累 记住,它的重心,如果那些人是中过风 或者是神经脊椎是受过有问题的 是 就是这种这样的人,这种咳咳 而且一躺下就咳咳 因为躺下咳这个症状不是一个很特异的症状 因为很多疗剂都会有的,一躺下就会咳多些 但是如果你遇到一种人,他本身脊椎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刚刚中过风的 这种这样的人 而出现有这样的症状,可以考虑 就是Hyacinismus量当这个疗剂 接着是Ignatia Ignatia 拉丁文算法是Ignatia Ignatia Ignatia是女送果,姓Ignatia 亦都叫做羊马前子 因为跟Nuxvormica 羊马前子是很相似的 有些说法,Ignatia是Nuxvormica的女性 Nuxvormica是男性多些 但我觉得未必一定 大家小心用这个资料 Ignatia就很像男性的马前子Nuxvormica Ignatia的咳通常是跟情绪有关的 可能情绪受过创伤、情绪压力 或者是悲哀之下 会导致这种咳 这是关键下寫下 即是跟情绪和悲哀、grief有关的 通常这种咳,可以这样说 咳的时候,越咳就越辛苦 越咳就越辛苦去咳 可以说,简直咳到 连呼气都没有 和有些血丝抵理的咳 这种情况,除了它越咳越差之外 还有什么情况会令它更差呢 就会闻到烟味 有些人是很怕烟的 一闻到烟味,它就会咳 或者有任何刺激的东西 它会令它咳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会咳 它走路没事的 走路一停下,就又想咳 这是一种很怪的 我叫做hysterical symptom 阳马前子Nuxvormica 很多时候有这种 很与众不同的症状 会出现的 接着来,Iodum 就是Din Io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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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咳 通常是敏感性的咳 通常在夏天和秋天时 会比较差 只知道 Din是和甲上线有关 抗甲的人 通常会很怕烟 Iodin 又很大食 食也不肥 有时是甲上线过高 是甲上线的病症 所以Iodin的咳 是怕烟 烟 一烟起来,咳得更厉害 而且它喜欢在空抗的空气 会舒服一些 亦是会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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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有时它觉得心胸的空抗是一种很烈的感觉 而这种烈的感觉是令它咳起来的 OK 这个就是Iodin的咳 接着就是Kalibichromicum Protessium chromi Kalibichromicum 叫做重落酸甲 Chromium bichromicum 重落酸甲 Kalibichrom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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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么情况之后 经常用呢? 就是跟鼻斗盐 鼻斗盐 或者鼻斗盐涨得很痛 痛到进医院那么厉害 这种鼻斗盐 加上它的咳是有谈的咳 有很多谈声的咳 这种跟鼻斗盐相关的咳 这个写下 什么情况之后 变差呢? 晚间1点到3点 凌晨1点到3点 或者早上起床没多久 冻会咳 盖开皮、蝎皮 或者换衣服、脱衣会咳 还有吃东西 这个关系是吃东西可以写下 吃东西就会咳 或者吃了饭之后就会咳 什么令它舒服呢? 当它进入床 在暖的皮斗里面 舒服了 或者坐下会舒服 还有这种咳 如果咳的时候 吐出了一点痰 它会即时舒服很多 Kalibichromicum 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是关键的症状 一定要射低它 通常咳的时候 咳出来的痰 成为一条很长的 不会断的 黏稠的条状 即是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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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到后面 一条痰 咳咳咳咳的痰 是很长的 可能一尺一尺一尺都不串 这种咳嗽和很难吐出来的咳嗽 这就是Cali-Bic的症状 很多时候鼻痘炎、鼻敏感、鼻屎在里面 鼻涕走出黏稠 这个就是Cali-Bic的症状 好了,下一个疗剂是Cali-Sauve Protesium-Sauve 就是Cali-Sauve 翻译是,就是流酸甲 流酸甲,Protesium-Sauve 寸法是,KALI-Sauvuricum 好了,这种咳嗽和肢气管炎有关 黄昏和夜晚的时间是比较差的 那Cali-Sauve 的咳嗽多数有痰性 有黏绸的痰或者黄黏的痰吐槽出来的 听出来有很多声音 很多声音比较多一点 肝级比较少 黄昏叉凌晨两点叉 暖的房间叉 什么舒服呢 户外的空气舒服 凉的空气舒服 和冬的饮品会令到Kali-Soul会舒服点 硫黄是热的 所以大家学童的疗剂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记忆 凡有Sulfur的阵型通常都是怕热的 凡有Iodine的甲礦那些人都是怕热的 任何东西伴上Iodine 或者伴上Sulfur KalciumSulfur 当然硫黄本身是很怕热的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Hepersoul Hepersoul的硫酸钙是很怕热的 因为Hepersoul是有很多混合物的 不只是一种金属 不只是硫黄有其他混合物的 大部分的Sulfur都是怕热的 OK? 接下来另外一种是Lachesis 南美蛇毒 和大家以前也有机会分享过 Bushmaster Snake Lachesis Lachesis 好了 通常这些咳泡是用敏感咳泡 或者可能是感染咳泡 或者是心脏病的咳泡 和心脏病有关的咳泡 而且是很猛烈的 好了 这是关节的症状 要写下它了 什么情况之后,晚刻、夜晚刻,整晚都咳得很厉害 而且咳得是睡不着 通常这些人可能晚上睡觉之后 突然间醒了,一醒了,咳咳咳咳咳咳咳一大轮 这种是跟夜晚刻咳咳有关系的 而且这种咳咳的人很多时候很怕喉咙有些东西 它是固住的,颈或喉咙甚至是衣服都不喜欢包住 通常这些人一定不会穿净衣服的 通常喜欢打开颈子才舒服的 这跟它的阵型是很重要的 而且它们是夜晚刻睡觉很怕的 所以它们很怕睡觉的,为什么呢? 它们知道一睡觉就会咳得很厉害 而且记住,它们好像有些东西是握住颈 或者握住喉咙定 所以它们很怕那些人有任何的物质衣服 是固住这条颈子的 这个就是南美蛇毒的咳咳 非常好啊 不知道大家能否找到自己的疗剂呢? 如果你可以在外面上网找一下疗剂 如果不是,你也可以来陆创意健康店找疗剂 看看帮不帮到你 如果真的帮不到,可以找袁医生 我们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好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好,今集时间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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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